第21章 原因已变 灵州内 韩丽依靠着一侧招臂 闭目盘膝而坐 乐儿则乖巧地盘坐在一旁 有些好奇地四下打量着灵州内的一切 并不时张望着四周快速倒退的风景 古韵月操控着灵州站在船头处 同时低声和身旁的于梦涵说着什么 不知多久后 韩丽轻吐出一口气 缓缓睁开眼 脸色有些阴沉 他清醒过来后 便发现自己无法吸纳天地缘起入体了 更谈不上什么靠吐纳直接恢复法力 当时其刚刚恢复神识 外加正处于莫名丢失记忆的震惊中 故而还来不及仔细查探此事 如今他再次尝试发现已久如故 韩丽略以沉吟透 单手一翻 掌心多出一个白色玉瓶 方一打开 一股浓郁至极的药香扑鼻而来 让其精神微微一振 他倒出一颗青色丹药 用两根手指夹着 凑到眼前打亮了两眼 这就是望西丹 希望真有些用处吧 韩丽喃喃了一声 抬手将丹药送入了口中 随即闭上刷目 调息起来 柳乐见词 很懂事的没有打扰他 简于梦寒已结束了与谷运跃的交谈 并朝自己走来 便齐身迎了上去 与其去了州内另一侧坐下 小声交谈起来 片刻之后 随着药理逐渐化散开来 韩丽眉头忽然轻挑了一下 小腹丹田处一股温和暖流缓缓生出 并自行沿着体内的四肢百脉流淌起来 一个朝天循环过后 他只觉得通体舒适许多 体内原本那种空荡无依的感觉 也发生了些许变化 丹田中竟然生出了一丝法力 虽然微不足道 也让起有些欣喜 韩丽缓缓睁开眼 握了握摆在双膝上的拳头 略微感受了一下 手掌一翻 掌心中就已经又多出了十数枚丹药 这些丹药除了从白石真人那里所得外 还有一些得子齐名号 与那灰汉子的遗留之物 几乎都是疗伤恢复法力之勇 品质良有不齐 远逊于那美望兮丹 韩丽从中粘起一颗送入口中 随即又缓缓闭上了眼睛 然而过了片刻之后 她的双目忽然睁开 面上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紧接着又捏起一枚丹药 吞入了腹中 又是片刻功夫后 她的眼睛再度睁开 目光微闪 方才两颗丹药入腹 竟然全都如同泥牛入海 没有半点声息 既感受不到药里韵花 也没有丝毫法力生出 韩丽面色凝重起来 将手中丹药一颗接连一颗吞服下去 很快 她的掌心中就只剩下一枚拇指大小的暗金色丹药 这枚丹药品杰不低 与那枚望西丹应该相差不多 料想应该是那齐名号的保命丹药 韩丽没有表情地看了这枚丹药一眼 抬手将之扔入了口中 这一次没有让她失望 这枚金色丹药的药理 如之前那般缓缓化开 化作一缕灵笔 流入了她的丹田中 让法力再缓缓增加了些许 韩丽这才神色一松 只要有丹药能起效用 恢复法力就不是难事 至于其他丹药没有作用 多半是等级太低 要力不强的缘故 就在这时 她脑海中突然响起一个 有些低沉的声音 恭喜韩导游 恢复法力有望了 这是无根之母 无缘之水罢了 韩丽苦笑一声 以神免回答 聊胜于无 韩导游多恢复一份法力 你我也就多了一份 重回仙界的希望 魔光淡然说道 话是不错 只怕也没那么容易 韩丽满满满的回答 但要如此 那灵石呢 魔光又问道 道友不说 我也正要试上一试 韩丽笑了笑 回答 严必 他手掌一翻 掌心中便多出了几块 大小不一的青色灵石 他双手一握 那几块灵石上 立即亮起一片蒙蒙青光 柳乐尔和余梦寒 乍见韩丽这边 由青光冒起 都忍不住 多看了两眼 而站在船头处的古韵月 则没有半点反应 只见 青色灵力 从灵石上 浑浑流出 在韩丽掌心 盘旋了一阵后 竟然逐渐变得 朦胧 隐喻起来 片刻之后 那团青光 逐渐涣散 消失在了空气中 韩丽松开手中 已经变得 暗淡无光的灵石 眼神有已 陷入了沉思 怎么回事 灵石 也无法吸收 魔光的声音 再度从 韩丽脑中响起 韩丽沉默片刻后 答道 或许 是与丹药一样 这些灵石 品阶太低 蕴含灵力 不够精纯 无法将之 转化为法力吧 若是如此 只要有大量高阶 丹药和极品灵石 那 倒有恢复实力 便知 可待了吗 魔光略以沉默下 如此说道 没有这么简单 极品灵石 是否有用 还要试过之后 才能知道 所幸 我的肉身 和神石根基 还算稳固 即使无法吸纳 天地缘起 也能缓慢 自行恢复 韩力长吐出 一口气 有些郁闻地说道 韩道友 过谦了 以在下过往所见 若道友的肉身 和神石 还只能算是 根基文固的话 那世间 就没有几人 算得上是雄厚无比了 既然 已有方向 只盼道友 早日复原 魔光悠悠一声地说道 随后 便不再言语了 韩力叹了一口气 先前所检 储物袋中 竟然没有 极品零食 否则 就直接 加以常识 他再仔细 检查一番 体内法力 发现 如今也就相当于 普通修士的 原因中期左右 要想继续提升的话 要么能够 重新吸纳 天地缘起 要么直接吞服 恢复法力的 高阶丹药了 韩力想到这里 眉头一周 不由得神面 往丹田深处一沉 直接内饰体内起来 只见 他整个丹田中 仿佛都笼罩在一片 无尽的浓雾之中 而在浓雾深处 有一层薄薄金光远开 恍若夜幕中的一盏黄灯 韩力神念 投射期间 便看到一个通体金黄 散发着明光的小人 盘坐浓雾当中 样貌神态 与韩力一模一样 正是其远鹰 远鹰神色平静 双模一合 梁少垂在身侧 仿佛正在熟睡一般 他无法吸纳 天地缘起入体 自然是和 远鹰如此模样 大有关系 其刚醒来时 更曾用神识扫过一番 却发现神念 无法进入 元鹰内部 更无法唤醒分毫 要不是 他心底深处 和元鹰 还有一丝 若有若无的神魂联系 几乎以为 自己元鹰 成了外来之物了 此刻 韩力脑中各种秘书 飞快转过一遍后 最终单手一掐绝 丹田参与法力 顿时一阵激荡后 化为一枚枚淡银色浮纹 缓缓朝元鹰身上 一贴而去 扑扑 几声闷响 银色浮纹刚一接触 金色小人肌肤 纷纷化为团团荧光的 暴力而散 韩力脸色一缠 倒也没有太感觉意外 当即 心中法觉再一患 丹田金色小人四周 以丝丝乳白色光丝浮现而出 缓缓朝小人 缠绕而去 数个时辰后 韩力双目一睁 猛心一口气 才将咽喉上的一口热血 重新吞咽了下去 就在刚才 他不惜法力的催动 炼神术者们仙剑秘书 强行用神念侵入猿鹰体内 结果从猿鹰中隐约传出一股恐怖违能 竟让神念突然反弹 法力逆转 从而遭守秘书反尸 这也就是他 肉身神识足够强横 换了一个人遭遇此事 轻则经脉断裂 重则神识反尸下 真诚百吃了 这一番折腾 让韩力法力又消好了一部分 都快从先前的原因中期层次掉落到初期了 让其越发郁闷起来 第二十二章 风云双煞 就在韩力苦苦冥想解决办法之际 站在船头处的古韵月 却感受到了韩力先前因为功法反噬 而不再掩饰的法力波动 心中就是一惊 果然是原因中期 他口中喃喃一射 略意犹豫后 转身朝这里走了过来 韩力见此 心神一收地站了起来 看来望西丹对韩道友还算有用 道友伤势恢复得差不多了 古韵月脸上冷漠不见多半 温和说道 这还要多亏道友的灵丹了 韩力也客气回道 韩道友客气了 等道友真加入了本宗 自然还会有其他灵丹赐下的 古月月摆了摆手道 接下来的时间 夫人似有意拉拢韩力 不断找着一些话题和其攀谈 试图拉近二者的距离 韩力倒也从对方口中 又得知了一些关于灵环界的情况 毕竟他对于此界的了解 还仅限于白石老道这个 结单期修士的认知 和一名原英修士提供的信息相比 自然还是有些不同的 对于少府言语间随意问及的一些 关于出身的问题 都被他含糊的一语带过了 少府见韩力不想透露太多的样子 也失去的没有再多问什么 对了 古道友 冷艳宗的情况 不知能否告知在下一啊 毕竟韩某对贵宗了解 也是直线于外界的一些传闻 韩力忽得问道 哈哈 就是寒道也不问 且身也要和你细说一耳 古韵月文言有些意外 但马上回道 我冷艳宗 乃是灵环界的有名大宗 创派至今已经有上百万年 门内弟子数以十万计 杰丹妻元英妻不说 华神炼须其长老便有数十名 之上更有三位合体妻大能 和一位大乘老祖作真 说到这里 古月月神情间充满自豪 韩力听到这里 心中已动 有大乘作真 冷艳宗的实力确实强大 几乎堪比灵界的一个大族了 而我派开派之族 冷艳老祖在百万年前飞升仙节 时至今日宗门还能通过特殊方法 和这位仙人祖师沟通 他老人家时不时会赐予一些仙界的灵丹 工法 根本不是其他一些小门小派特比 韩道友加入我冷艳宗 绝对不会失望的 古韵月看了韩力一眼 微笑说道 韩力听到仙人的瞬间 面色终于有一丝动容了 冷艳宗竟然在仙界也有靠山 而且冷艳老祖飞升后 还能和夏季取得联系 他在灵界时候 可从未听说过此等事情的 如此看来 灵环界真和灵界 情况大不相同 看到韩力的神色变化 古韵月也露出了些许满意之色 笑而不语了 想不到冷艳宗如此强大 能归能镇压灵环界一方了 不知那天鬼宗的情况又如何 韩力点点头道 天鬼宗和我冷艳宗差不多 也有老祖飞升仙界 除了我们两宗 在仙界有前辈靠山的宗门 还有一个静远观 三大宗门并列于灵环界 平起平左 古韵月面上笑容一脸 有几分凝重起来 虽说是平起平左 但实力定然还是有高低之分 不知三大宗牌 实力如何排顶 韩力摸了摸下巴 默然再问道 这 三大宗牌实力基本差不多 不过天鬼宗创牌时间 远比我们冷艳宗和镇元观长 历史上有三人飞升仙界 实力稍胜利筹 我们冷艳宗和镇元观 则相差无几 古韵月目光微闪 避重就轻地说道 看来天鬼宗的实力远在冷艳宗之上 只是此女不好承认罢了 韩力眼睛微眯地思量道 对于冷艳宗真有几分兴趣起来 既然冷艳宗能和仙界之人联系 底云肯定不济 或许真能从此宗找到解决原因问题的办法 她又询问了一些冷艳宗的事情 便结束了对话 走到一旁 盘膝坐下 不多时 她身上渐渐浮现出绿绿青色光芒 不过身上的气息却飞快收敛 最后完全消失 竟然一点法力气息也感觉不到 古运月回到船头继续操护非洲 但注意到韩力身上法力波动的变化后 不禁心中又是一阵暗暗撑起 周围的天色渐渐明亮起来 凌月非洲穿云破雾 前方出现一片巍峨密集的群山 山体笔直而且呈现暗红色 从高空望去 仿佛一片巨大无比的红色树林 古运月看到前方的红色山脉 心中不由松了口气 这片山脉名为红红山脉 已经是风果的边界 它之前特定绕了一下路 避开了天鬼宗容易探查的区域 而既然到了这里 应该安全许多了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古运月还是将非洲再次提高了一些高度 钻入半空云层中 此刻天上云层并不密集 稀稀疏疏疏的 不过在云中穿行 总能起到隐匿行迹的作用 于孟恒和柳乐儿也渐渐适用了非洲 不再那么害怕 站起来欣赏其周围的美景 指指点点 不时传出几声清脆悦耳的笑声 下方山脉飞快后退 片刻后一片平原出现在远方 古运月最后一次担心 也缓缓放下 小心 一直在旁边闭目静坐的寒里 呼得睁开眼睛 低声喝倒 乐儿和于孟寒 听到寒里此话都是一张 古运月却豁然变色 二话不说的 两手一掐绝 张星个子喷出 一道粗大白光 没入非洲内 灵月非洲 光芒大盛 陡然停了下来 然后迅其无比的倒射而回 就在这时 前方的一朵白云 陡然变得漆黑 化为一张 巨大无比的黑色 阵营鬼脸 张口咬下 不过灵月非洲 猛的倒退 鬼脸一下咬了个空 一声轻疑 从鬼脸中传出 鬼脸一慌 轰然崩塌 化为一朵黑云 上面一阵模糊响 显出两个人影 左边一人 是个驼背老者 脸上高高赫赫 照文横生 头上几根新疏的黄发 一副行将朽木的模样 右边一人 是个青年男子 麻脸大嘴 丑陋不堪 一对三角眼睛中 闪烁着胸光 两人都是身穿黑袍 上面绣着一个 猙獰鬼头图案 隐隐散发出 丝丝黑气 身上散发的灵牙 赫然都打倒了 猿鹰气 那麻脸青年 和古运月一样 是猿鹰中气 驼背老者的修为 更高了一层 赫然已经达到了 猿鹰后气 风云霜下 古运月瞳孔一缩 脸色难看起来 第二十三章 争斗 没想到古运月道友 也知道我们两兄弟的 小小名号 真是荣幸 驼背老者 声音沙哑之急 好像铁片摩擦 让人听着 极不舒服 麻脸青年 莫不作声 微微泛红的眼珠 缓缓打亮着 韩里等人 在看到 于孟涵和柳乐时 目光微微一亮 伸出舌头 甜了甜 厚厚的上唇 柳乐急忙一闪的 躲到了 韩里身后 于孟涵 见对方如此模样 也心中 一阵发毛 古运月 心中微软 虽然猜到了 于孟涵之势 天归宗 绝不会善罢甘休 但没想到 追兵来得如此直快 来得还是 眼前这两个 凶名赫赫的 极少之人 但他毕竟也是 经历过不少争斗的修士 很快恢复了镇定 冷冷开口道 二位 在这边境之地 对且身偷下杀手 于情于理 都该给一个解释吧 莫非是想挑起 跪我两宗指展 嘿嘿 名人面前 不说暗话 我们兄弟二人的来意 相信道友 心知肚明 我二人 守七长老之名 来此带走 杀了奇师之的凶手 还有这个 姓鱼的女娃娃 驼被老者 坑枪怪笑一声 目光 摇曉曳 摇曳 杀了一眼 天 尸 你懂不懂,神色平静,于梦寒则是翘脸一白。 古韵月哼了一声,没有马上回晃,但心中各种念头急转。 古道友,你和我们兄弟并无仇怨,只要将这两人交出,我们兄弟保证让你安然离开,如何? 驼背老者摇头晃脑地说道,好像繁足世界的老夫子一般。 古韵月在冷艳宗地位不低,若是可以,他们也不想和其动手。 韩道友,如今是本宗外门客卿长老,于梦寒也是本宗内门弟子。 想让我交出他们,你二人将冷艳宗当成什么了? 古韵月月,脸孔忽然一冷下来,断然道。 哼,请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你找死,那我们兄弟就送你一程。 驼背老者双眉默然,倒数而起,寒声道。 马连青年早已等得不耐烦,眼见谈崩,立刻率先动手。 袖子一挥,大片灰白色的火焰从其袖管中蜂拥而出。 其手指一点,那些灰白火焰立刻汇聚到一处,形成一个灰白火焰漩涡。 一只房般大小的火焰鬼爪,漠然从漩涡中伸出,朝着古韵月等人当头抓响。 早有准备的古韵月,一朵脚,灵月非洲,光芒再次大声,朝着后面倒射而去。 同时,其单手一扬,身旁那柄黑色长剑立刻飞射而出,化为一道七八丈长的皮链剑红,斩在了火焰鬼爪掌心,竟发出一声金铁交击的声音。 古韵月眼神微动,手指发觉变换,黑色剑红抖人一缩,小了两倍一伤,不过却更加明亮刺目。 扑斗一声,黑色剑红赫然刺穿了火焰鬼爪,从另一侧洞穿而出。 鬼爪轰得爆裂开来,化为漫天惨烟,天空的火焰漩涡也随之溃散。 马脸青年面上血色一涌,吐出一口鲜血出来,他怒吼一声,眼睛抖人变得血红,翻手取出一个黑色卷筒,似乎是一幅画卷一般。 其身上涌出大片灰白光芒,顿时包裹住了身影,从外面看不清他在里面做什么。 驼背老者此刻也一顿足,身上浮现出大片漆黑如墨的光芒,原因后期的庞大威压扩散开来。 谷月月脸色微变,挥手召回黑色剑红,在头顶盘旋,神石紧紧锁定马脸青年和驼背老者。 而凌月非洲则趁此机会一口气后退白鱼掌,这才停了下来。 韩道友,这二人成名已较,实力极巧,一会儿若是情况不妙,你就带着小徒他们先走,我来断号。 少傅飞快冲韩力传音道,他虽然出其不意,小错了下马脸青年,不过也是自持敌不过那驼背老者。 而韩力实力不明,二人联手也未必能在对方手中讨得好去,故而心中早生顿走之意。 韩力并니다。 韩力竟靖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様。 就在此时,一声阴沉声音却在此女耳中响起了。 想逃?你们逃得了吗? 古晕月顿时心中一灵 只听扑的一声 驮被老者周围的黑光 突然爆裂开来 其身影在黑光中突然一个模糊 化为一句灰色枯老 古晕月见此顿时已争 一旁的寒厉眼目光微闪一响 就在此刻 灵月非洲上方虚空突然剧烈波动 一束漆黑光芒毫无征兆 从里面喷涌而出 驮被老者的身影凭空在黑光中出现 他两手一挥身前金光一闪 一座足有十余丈高的金色巨塔 凭空出现朝着灵月非洲狠狠咋响 一股可破的威压轰然落下 非洲表面灵光剧烈波动 眼看便要立刻碎裂 古晕月月闷哼一声 两手闪电掐绝 一刀刀剑决没入头顶黑色长剑 黑色长剑剧烈阵产 无数秘密麻麻剑影 浮现而出 朝着巨塔斩军 轰隆隆 无数爆裂声响起 密密麻麻剑影斩在巨塔之上 都立刻碎裂消失 没有在塔身留下半点痕迹 不过巨塔下落之势 也为之顿了一顿 古晕月趁机低喝一声 一道银白色光芒从他手中飞出 却是一面白色紧趴 忽拉一下 迎风狂涨 绽放出了多么的荧光 紧趴表面 隐约浮现出山河虚有 吞吐着惊人灵气 挡在金色巨塔下面 是只下坠之时已知 古晕月紧绷的脸色一缓 眼中冷蒙跳动 手掐剑决一点 那黑色飞剑 立刻滴溜溜一转 黑光打放 一下狂胀起来 转眼间一口五六丈长 黑色巨剑 迅疾无比的斩向 驮北老者 老者冷笑一声 挥手打出一道法绝 金色巨塔底部 轰隆一声裂开 浮现出一个黑色窟窿 耀眼金光 从中喷出形成一个巨大金色光圈 鼻鼓可不犀利 陡然从中套出 方圆数十丈内 气流倒卷 黑色巨剑立刻如负千金的听了下来 滴溜溜打转 朝着金色巨塔底部圆斗飞去 鼻鼻鼻拼命掐举 试图稳住巨剑 不过却丝毫没有用处 前后不过两三个呼吸 巨剑还是嗖的一声 被巨塔吸了进去 鼻鼻鼻脸色一白 和黑色飞剑的心神联系彻底断了 金色巨塔散发出的金光更加耀眼 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往下压迫而来 银色紧趴 隐隐凹陷下去 在金色巨塔发出的犀利拉扯下 表面浮现的山河虚影 也是一阵扭曲变形 似乎也要被巨塔吸入 鼻鼻月急忙掐绝 两手抵住紧趴 体内法力狂拥注入 紧趴表面的山河图案 银光打放 发出阵阵笑音 总算再次稳定下来 驼背老者黑黑冷笑一声 抬手正要做什么 轰 一声闷响从远处传来 马脸青年 深处的灰白光芒爆裂开来 掀出其身影 身前漂浮着一个黑色画卷 正是先前取出的那颗 不过此刻已经展开 表面密密麻麻的绘制着白鬼图案 散发出强烈的黑光 贱人 胆敢伤我 大哥 你别出手 我要让他尝尝 生不如死的滋味 马脸青年 愿堵地瞪着古运月 第一号刀 第二十四章 碾压 驼背老者文言 眉梢一条 手中动作 微微一停 目光 却没有离开古运月分桃 同一时间 马脸青年 翻手取出一柄黑色匕首 狠狠在手臂上一划 大片鲜血涌出 化为一片浓郁血物 融入白鬼土中 黑色画卷 散发出的黑气 猛得一浓 周围凭空出现 阵阵阴风 鬼哭狼嚎之声大起 骇人之急 吼吼 两头正年鬼物 赫然从画卷中跃出 迎风一掌 化为四五丈大小 这两头鬼物 上半身行死猿猴 长着幽绿色的短毛 口中长满血白疗痒 突出到了嘴外 两只远比粗大 十只长着持续长的血红利爪 下半身被一股黑雾笼罩 仿佛没有尸体一般 画卷周围 阴风更盛 黑气翻滚 一头接着一头的胸利鬼物 从中飞出 眨眼间 上百头鬼物出现 其中大半都是 主机器 不过也有五六头鬼物 明显体型 巨大的多 散发出的气息 打倒了 杰丹齐 杀 马脸青年一声凝小 一直 谷月月等人 吼吼吼 上百头鬼物 朝着灵月非洲 扑了过去 气势 惊人之急 谷月月 神色大变 撤下了暗在银色锦帕上的双手 在腰间的橱带上一拍 四道白光从橱带中飞出 落在周围 却是一个个 杖虚高的人形白玉傀儡 神船甲照 手持一面 宽大白起 上面灵光闪烁 四只傀儡 只是一摇晃 手中大起 灿烂无比的白光 从傀儡身上绽放 迅速彼此 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白色法针 将凌月非洲 笼罩在里面 法针刚刚成形 那金白鬼物 便扑了过来 将白色法针团团围组 吼吼 这些兄弟鬼物 好生阵阵 少抓口咬 拼命攻击白色法针 尤其是那几头 结单起鬼物 口中更是不断喷出 一道道绿光 轰击在法针上 白色法针 立刻剧烈震动起来 古韵月急忙掐绝 一道道白光 落在四具傀儡身上 法针 这才渐渐稳定下来 马脸青年 身影一晃 也飞射到 白色法针附近 口中念念有词下 身上再次浮现出 大片灰白色火焰 形成一个十几丈大小的火海 其两手虚空一抓 火海中灰白火焰 立刻分离出一小块 凝聚成两只 数丈长的火焰长矛 随着它手臂一挥 火焰长矛 立刻电射而出 发出刺耳的尖笑 狠狠扎在白色法针上 轰轰两声大响 火毛碎裂开来 不过白色法针 也剧烈疑惑 连带着里面的谷韵月 身体也是一抖 脸色苍白了几分 马脸青年 冷笑不止 一根根火毛 从其手中逃屋舍而出 戒耳连三轰击在法针上 原本有七八丈的白色法针 剧烈晃动 光芒飞快暗淡缩小 没过多久 便缩小到不足三丈 谷韵月脸色越发苍白 额头渗出一片细密汗中 身体轻轻颤抖 法针上空 驮背老者看到谷韵月 此刻神情哈哈大笑 一排腰间楚呆 十二道黑光 从中飞射而出 却是十二柄骨茶 骨茶迎风长大 表面吃了腾起漆黑的火焰 散发出一股 幽冷刺骨气息的 飞射而下 朝着白色法针刺去 齐薛命令他们二人前来 若谁能冲手击杀谷韵月 自然是立下大功 谷韵月此刻已经是强弩之末 驮背老者立刻下手抢弓 马脸青年心中大怒 不过驮背老者 稀为比他高 只能忍气吞声 孤韵月眼见此景 眼中不由地浮现出 一丝绝望 不过 就在此刻 一道人影从灵州上冲天而起 一晃之下 竟直接穿过了白色阵法 到了外面半空中 正是寒里 只见他身形左右一晃 莫然焕化出几个残影 又迅疾无比的和尾 十二柄射下的骨叉 就此诡异的消失了 驮背老者目光一鸣 随之脸色大变 韩离在空中 缓缓探开双手 那十二柄骨叉 赫然都在其中 其两手一搓 十二枚骨叉上的黑色火焰 纷纷溃散 显露出本体 他看了看这些骨叉 挥手将其收了起来 自食至终面无表情 就像再做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 你 你 驮背老者 手指指向韩离 惊怒交加 那些鬼物笑到 韩离身上的生人气息 立刻舍弃了白色法阵 朝着其扑了过来 口中发出兴奋的喉声 刮早 韩离一皱眉 身形再次一晃 画完一道模糊轻盈的 冲入了鬼物群中 轻盈索过之处 那些鬼物仿佛撞上 胶石的浪花 直接爆裂开来 粉身碎骨 眨眼间 见白头鬼物 便被那轻盈 以秋风扫落叶之时 尽数击杀 马脸青年 目瞪口呆 傻傻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人影一花 韩离出现在其身前处 一拳轰出 轰的一声 马脸青年 为其发出一声惨叫 身体便直接爆裂开来 化为漫天碎肉 里面躲藏的原因 都未能幸免 不好 驼背老者 见此大害 急忙一挥袖子 密密麻麻的绿色飞针 浮现而出 足有数百 每根刀有持续长 细弱毛发 上面燃烧着绿色火焰 漫天细针 朝着韩离 如雨飞射而下 发出密集的痴痴声 几乎是同时 老者体表冒出滚滚绿燕 一个转身 朝着远处飞钝而走 连金丝巨塔也不要了 韩离见此清醒 在原处没有动弹 却一张口 骤人深吸一口气 轰隆隆 一股庞然犀利 兜然在身前虚空中出现 十丈内 气流倒卷 空间嗡嗡作响不已 满天设下的飞针 立刻被犀利卷走 仿佛秋风扫落夜般 尽数没入寒离口中 他嘴巴咀嚼 喀巴作响 微微仰头 竟直接吞了下去 古远月眼见此景 嘴巴微张 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不远处 非洲上的于梦涵和柳乐 只觉天空眼前一阵眼花缭乱 似乎根本没弄清楚 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名敌人就一亡一逃了 也不离不离 也不离木等口呆 这时 韩利看了一看了一眼 驼被老者远去锁化的绿光 身色淡然 手臂上淡淡金光一闪 一拳轻轰出 破空声一响 驼被老者身后 虚空一闪 一个陶龙般大小的金色拳影 闪射而出 比其顿速还快的数倍 驼被老者脸色大变 身体一倒 体表浮现出一片黑光 然而下一刻 便被金色拳影狠狠击中 哼 绿色鬼火爆裂开来 却没有一丝血肉 只有漫天洒落的一堆白骨 与此同时 距离这里数十里外的一处虚空波动 大片黑光凭空出现 里面亮枪飞出一个人影 正是驼被老者 他满脸惊惧地朝着身后望了一眼 再次张口喷出一股绿光 化为滚滚绿燕 包裹住身体 朝着远处飞射而出 眨眼间消失在了天际 而是挥手发出一股青光 将马脸青年的褚袋卷了过来 转身落在了灵月非洲上 这一连串的战统 他虽然还是主要依靠肉身之力 但法力还是不免消耗了少许 第二十五章 路亚 哥哥 柳乐眼见汉里回到非洲上 连忙迎了上去 有些担忧地叫了声 方才一战 为时不小 这小狐女可从未见过如此阵仗 虽见自己的石头哥哥轻松取胜 心地仍是不免 有些好怕 韩丽冲起温和以笑 轻轻摇了摇头 睡他不用担心 而后便将手中处带 随少烧了起来 驼被老者的金色巨塔 没了主人摧耻 很快金光一脸的急剧缩小 滴溜溜旋转着落了下来 谷月月挥手一招 将那金塔收入手中 看了不远处的韩丽一眼 见其没有出手阻拦之意 这才心中一松地将之收入腰间处带中 这金塔法宝 唯能不俗 且能够困住他人法宝 若能归为己用 以后临阵对敌 可多了一样杀手锏 实力大增 不过风云双煞 毕竟是韩丽出手所灭 于情于礼 这战利品都该归其所有 所幸对方似乎默许了自己的行为 方才多亏韩道友出手 我原先便心知 道友绝非寻常修饰 没想到 还是大大提估了道友实力 谷月月定了定神 几步走到韩丽身前 虽然看似神色平静 但眼神深处隐藏的那丝敬畏 又怎满得过寒 此女自负即便是单独对上与自己同街的马连青年 也绝无法像眼前之人这般举重若轻的灭杀对方 甚至连对方的原因都无法逃出 更何况还有一名原因后期的驮北劳者 那二人想要我的命 我自然要早点送他们上路了 韩丽微微一笑地说道 跟在谷月月身旁的余梦寒 闻言抿嘴一笑 露出些许少女应有的风情 但望向寒丽的目光中带着些许敬畏 迷惑掺杂在一起的复杂色 在他心目中 他的师尊可是真正的神仙高人 连父亲都要恭敬相待的白石真人在师尊面前 都大气不敢传声一口 然而眼前这个初见时 慕然呆滞的高大情面 如今却展现出连其师尊都难以望其向背的强大实力 如今的韩丽对其而言就如同一团迷雾 虽然站在他身边 但感觉像隔开一道星河 本以为离开了封国国境 就能避开天鬼宗的追杀 没想到他们竟来得这么快 古月月轻叹了口气道 这没什么 毕竟这里目前是天鬼宗势力范围 韩丽不以为意地说道 面上并无多少担忧神色 只要尽快进入我们冷艳宗的势力范围 应该就能摆脱天鬼宗的纠缠了 古月月月点了点头 法力就从原音中期跌落到了初期 古月月应该是发现了她的气息变化 才会如此 对此她自然不会去费心解释什么 天鬼宗 某座洞府身处 一间腰身密室内 室内四壁上插着十数根粗壮的火把 明黄色的火焰在顶端悠悠颤 映得整个密室里隐隐绰绰 密室正中处 一个圆形石桌前 正坐着一个鹤发黑须的干手老者 其身着褶色长袍 一只手搭在石桌上 另一只手的手指在膝盖上 有节律的轻靠着 其鼻梁较高 深陷的眼窝处 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前方 一张皱纹横生的销售长脸 在火光映照下 显得阴晴不定 而在其正前方 一面人头大小的铜镜虚空悬浮 里面正映着一个驼被老者的身影 却正是风云霜煞中 侥幸存活下来的那人 铜镜中那老者本就驼着的身子 此刻弓得更加厉害 整个脑袋完全低垂直 丝毫不敢抬起半分 这么说来 你们二人不但没能给我把人带回来 反而还搭进去了一个 感受老者停止了手指的靠近 开口问道 其嗓音沙哑异常 显得十分粗利 驼背老者的身子明显颤了一下 连忙打倒 骑并骑士博 此番不是弟子无能 实在是那人太过强悍诡异 其初始似乎故意隐藏了气息 看起来跟凡人无疑 可当其突然出手时 竟然一下子就变成了原因终起 我还尚未看清楚他的动作 十二臂寒咽古昌就被他烧了去 之后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干手老者打断了 修为比你还低 却轻而易举就收到了你的法宝 是 是的 不仅如此 此人肉身也极为强大 实地的白鬼途中 豢养的阴魅鬼物与之相比 简直如同纸扎泥送 被秦衣状之下 变化为积粉 就连那世古阴针 被他射去之后 也是张口就吃 给嚼了个粉碎 驮背老者身子补助为产 心有余气地说道 感受老者闻言 手指腹有轻敲起膝盖 似乎陷入了思索中 驮背老者一直没敢抬头 但见感受老者半天没有声响 心中恐惧更深 忍不住败道在地 颤声说道 七十波 弟子所言 所言 巨巨属属尸啊 绝无喷点夸大欺瞒 甘受老者 一旦无言 半生之后 才悠悠说道 以你所言来谈 此人多半是赢 极为罕见的高阶力修 的确不是你能对付的 罢了 此事不用你去管了 说吧 其看也不看 托被老者一眼 长袖在虚空中随意浮 那面铜镇上的画面就随即已暗 消失不间 甘杀我浩尔 你是高阶力修又如何 老夫一样要将你把皮拆骨 以电我浩尔亡魂 甘受老者忽然坐着身子 面露猙獰 咬牙切齿说道 扮上之后 其目光重新落在铜镜之上 口中响起一阵吟颂之声 单手掐掘冲着铜镜 虚空一指 只见镜面之上 忽然如同水波触动一般 荡漾气阵阵涟漪 紧接着便又显露出一幅画面来 画面中一个体型 破为壮硕的中年汉子 虚空立于一片清脆山林上空 一手摸着短须 笑应地问道 秦雄 自从上次一别 咱们可有些日子没见了 今日突然传讯于我 可是有什么事 露牙老弟 今日我就不与你寒暄客套了 实在是有事相求 甘寿老者 混账东西 竟然敢杀害秦雄后人 真是该死 名为露牙的壮硬 露牙的壮硬汉子听完之后 以肉身修炼为主 能轻易碾压普通修士 但极难修炼和突破瓶颈 此人能修至高解 恐怕也不是常人 露牙略以沉吟 如此问道 据门下弟子所述 此人是棱雁宗 打算新招入的外门长老 目前还尚未正式入门 所以露老弟 不用太过在意 只要替我杀掉此人 我那位元灵丹 就当作谢礼了 甘寿老者深深看了一眼 露牙 沉声说道 壮硕汉子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但很快便掩饰了过去 开口说道 既是如此 那死人的小命 就要我带齐兄烧取了 甘寿老者忽悠想起一事 面色阴沉地说道 对了 那姓鱼的丫头 先不要杀了 最好能活着带给我 露牙文言 微微已愣 随即默然点了点头 第二十六章 狄宗再现 距离风国边境 数万里外的一片沙漠上空 一艘白光包裹的灵州 滑坡天际 朝着某个方向 急迟而去 此时晴空万丈 白云如眠死去 让人以往之下 不禁心旷神怡 当真美不胜收 不过非洲上的四人 显然都没有心情欣赏 韩丽盘膝坐在周围 双目紧逼 皮肤上隐隐有一层金光 上下扭转 柳乐尔紧挨着韩丽坐着 身上绿光缭绕 显然也是在修炼 谷月月和余梦寒 则站在船头 后者不时回首 看向周围处 神情似乎有些复杂 前者一边操控着非洲 嘴角却挂着淡淡的笑意 似乎心情还不错的样子 距离上次背袭 已经过去了两日 这段时间里 他们日夜赶路 并没有再遇到什么危险 随着距离冷艳宗 所在的山门越来越近 安全性自然越来越高了 不知过了多久 韩丽眉头一皱地 睁开了双目 身上金光一阵闪烁 随机脸去 这两日里 他又尝试了数种方法 以求突破原因上的封印 可惜还是毫无进展 反而消耗了不少法力 之前虽然从那个麻脸青年处代中又找到两个和望西丹品杰相仿的丹药 不过不知为何服下后竟对他毫无用处 看来自己身体的情况比预料中还要复杂很多 他摇了摇头 不再想这些 看了身旁的柳乐一眼 此女身上的气息波动 比起之前大有进展 隐隐有突破助击后期的趋势 这还要多亏一瓶从麻脸青年处代中得到的担忧 韩力暗暗点了点头 没有去打扰其修炼 起身走到非洲一侧 朝外看去 韩道友 这里一路往西 不出半个月便可抵达宗门了 到时宗内自会安排一处上号洞府 供道友恢复伤势 古韵月朝周围处走了过来 韩笑道 于梦韩则一言不发地跟在其师父身后 那就有劳道友了 韩力点点头说道 古韵月正要再说些什么 一阵隐约的隆隆之声突然从前方传来 韩力等三人寻声望去 只见前方天地交界处 突然变黑压压一片 数个巨大无比的龙卷风筑 直通天际 起卷来去 闷雷般的巨响 不时从中喘出 昏黄的沙漠 遮天笔日 古韵月眉头微喘下 挥手打出一道法律 凌月非洲便停了下来 此时柳乐也从修炼中惊醒 一脸错愕地遭到韩力身旁 看样子使沙暴 有什么不妥吗 韩力看了远处一眼透 胆胆问道 韩道友有所不知 我们所在的这片沙漠 名为黄蓝古墨 轻易不会出现沙暴 但是一旦出现 短期内便会弥漫至整片沙漠 且会持续越许不止 古月月正色道 哦 那横穿过去就是 这沙暴纵然规模不小 但对我等影响不大吧 韩力眉头已皱 说道 沙暴自然无需担心 只是此地有一种上古奇虫 因脸飞翼 平素潜伏在古墨地底长眠 不过一旦起了沙暴 便会出来肆虐 单只飞翼自然没什么威胁 但此虫往往是成千上万只 一起出现 且速度奇快 一旦被其缠上 只要不是魔道之法祭奠的法宝 都会被其喷出的污秽武器 腐蚀的灵性大师 故而即便是高阶修士遭遇 多半也大感头痛的 古蕴蕴凝重地揭示道 绕道而行呢 汉里文言略以沉默地问道 他现在法令是用一分少一分 可不想浪费在这种地方 恐怕要多花一个月以上 古蕴蕴蕴想着想后回道 汉里摸了摸下巴沉默不语了 古蕴蕴看着汉里也没有说话 显然是要亲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 汉道友 这些非议你大可不必担心 交给我应付便是 一个声音突然在汉里心中响起 正是魔光 哦 你有把握对付吗 汉里心中一动 通过心神问道 阴涅已 乃是弟弟阴煞之力 和亡灵冤孽之气 混杂诞生的上古其中 和我等天外魔头 颇有相似之处 想不到 这灵环界竟然也有 此意虽然难缠 但却十分惧怕 射昏魔阴一类的攻击 我虽然神通 十取其九 应付一些 区区非 还是不成问题的 魔光 黑黑黑黑一笑 说道 好 若是遇到那阴涅 就拜托道友了 汉里略为思量一下 这才说道 你我现在 同舟共计 我自会出力的 魔光毫无感情地说了一句后 声音渐渐沉寂了下去 绕路实在太远 还是横穿沙宝 若遇到那阴涅 汉谋自有办法对付 汉里神色不变的转头 冲谷月月说道 汉道友有把握 谷月月已正 怎么 谷道友信不过汉某吗 汉里微微已笑 且身绝无此意 既然道友如此说了 自然是胸有成竹了 谷月月连忙打了个哈哈 也不再说什么 手中一掐绝 灵月非洲光芒大方 凝聚成一个白色护照 一头扎进前方的沙暴中 下一刻 所有人顿觉 周围光线一暗 乳目之处 都是呼啸怒吼的狂风 夹杂着漫天沙尘 狠狠轰击在非洲的护盾上 灵月非洲立刻微微摇晃起来 谷月月手中法觉已变 打出一道白光 一闪即逝的没入招手冒出 齿拉一声 非洲之上明刻的灵纹 尽数点亮 白色护照立刻明亮了数倍 稳定了下来 朝着前面飞顿而去 柳乐尔和于梦涵 起初看到外面怒吼的风沙 还有些担心 但随着时间推移 眼见这些风沙 根本突破不了 灵月非洲的护照 提着的心也渐渐松了下来 透过白色光盾 欣赏起了外面 难得一见的奇异景色 谷月月专心操控非洲 小心避开那些龙卷风筑 前进速度倒也不满多少 转眼间 他们在沙暴中飞顿了一两个时辰 运气不错 并没有遇到那些阴孽 韩力双手倒背 神色平静地站在船头 但忽然其目中蓝芒一闪 朝前方某个方向 看了一眼 韩道友 怎么了 古月月注意到韩力的神色变化 顿时一惊 古道友 看来有麻烦上门了 韩力看了古月月一眼 黑黑一声 古月月一正 一时没弄懂 韩力此话何意 轰隆隆 就在此刻 一道龙卷风柱旋转着隆隆而来 恰好正对着非洲 这道龙卷风柱异常粗大 几乎直通天际 还未到达 一股巨大狂风便齐卷而至 几乎将灵月非洲卷了起来 古月月脸色一变 顾不得多想韩力刚刚的话语 猛的一跺脚 非洲光芒大方 朝着前面急窜而去 刹那间飞出近百张 闲闲躲过了龙卷风柱 不过未等古月月松口气 四周地面突然纷纷裂开 一道的黄色光柱在轰鸣声中冲天而起 这些黄色光柱立刻交织 转眼间凝聚出一个黄色大阵 尤其底面上浮现出一个庞大的阵土 足有百张大小 足有百张大小 复杂无比 阵法 古月月脸色大便 他只觉眼前已花 周围景色大便 出现在一片精亮的世界 周围是一座座山峰 天空和地面却闪烁着 晶莹的黄莽 一股无法言语的庞大的灵牙 从四面八方涌来 朝着灵越非洲 挤压而知 非洲上的白色护照 立刻咔咔作响 浮现出无数裂纹 眼看便要碎裂 柳乐与于孟涵见装 顿时失声起来 韩丽剑子 却从容不迫地一伸手 祭出一个黄铜小钟法宝 长大到树杖大小 猛地落在非洲之上 将柳乐和于孟涵罩在下面 这黄铜小钟 是从马莲青年的储物袋里 找到的一间防御法宝 此刻恰好能派上用场 几乎是同一时间 灵州之上的白色光照 拼得一声碎裂 庞大压力轰然而知 韩丽和古月月身上灵光一闪 便承受了下来 黄铜大钟表面 嗡嗡一响 表面灵光一阵狂闪 安然无恙 莫非又是天鬼宗的人找来了 古月月月虽然能勉强保持几分镇定 但从法阵所展现的惊人气势 绝不是普通圆英修士所能做到的 心中不由的有些慌乱 天鬼宗 他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韩丽听了 却轻轻一笑 第二十七章 丹五月 鸭五鬼 韩丽话音刚落 周围空间突然发生了变化 虚空中黄蒙蒙沙舞一起 一颗颗墨盘大小的黄色巨石 凭空浮现 足有二三十块 密密麻麻排列下 将灵月非洲包裹的水泄不通 古月月心中咯噔一笑 为极其多小 这些巨石表面 荧光一闪下 纷纷飞快转动起来 并带着呼啸的破空声 朝着灵月非洲砸了下来 此女大惊 手中箭爵猛然一催 一道黑色箭光 从身上冲天而起 左右一摆下 瞬间长大 化为一柄十几丈长的黑色巨箭 巨箭滴溜溜一转 斗然战斗出大片黑色箭蒙 因也凝聚成一条龙形 脱坠着长长的尾盲 斩在距离最近的一块巨石上 一声巨响 巨石勉强被巨箭劈碎 不过黑色巨箭也如遭重创般 呼呼打转着倒射而回 表面剑芒尽数溃散 谷月月身躯距阵 往后连退了几步 正才站稳 眼中满是悍然 这一颗巨石坠落之力 几乎堪比 原因其修饰 全力一击 面对周遭 飞速逼近的 二三十颗精英巨石 它不忧的 同体发寒 但就在此时 韩力淡淡声音 在其耳边响起 好好保护好乐儿他们 这里 交给我 谷月月之爵 眼前身影一晃 韩力已从非洲上 音乐而起 双手金光闪烁 身形滴溜溜一转向 朝四周虚空 各自一拳击出 砰砰的去向声 一下从四面八方传来 所有黄色巨石 几乎在同一时间 被一股轰然距离击中 仿佛鸡蛋般 纷纷爆裂开来 化为漫天碎石 哼 果然是厉秀 一个男子冷哼声音 莫得从半空传来 声音飘渺 听不出方位 谷月月听到声音 这才惊喜地回过身来 蒙四下张望个不停 想要找出声音主人 韩力文言 嘴巧 微腾一丝激发 获得转身 手指一弹 一道青色剑气 电射而出 斩在 荒色精亮世界的一个角落 爆裂开来 轰隆 那里虚空剧烈波动 一个悬疑大汗 一个亮枪 现行而出 此人体型 颇为壮硕 方脸短须 脸上满是 吃惊 异常之色 想不到 你还是个贱修 以原英修为 竟能看团陆某人 亲手布下的换针 应该不是 无名之辈才是 你叫什么名字 师从何人 大汗神色 很快恢复如常 缓缓开口问道 我是谁都无所谓 此人 是不需要知道太多的 韩丽 黑黑冷笑道 笑话 刚才我只不过展现此阵 一二的威力而已 你就如此自大了 下一集 陆某就让你 行神俱灭 玄疑大汗大怒 单手一掐绝 身上泛起黄色波纹 再次一个模糊的 隐匿起了形结 韩丽见此 目中一丝意外之色赏过 玄疑大汗的这个阵法 颇为精妙 此刻 岂应该是 潜入到了阵法更深处 一期如今的神识 竟也感知不到了 但随即 他哼了一声 全身都泛起金光 打算以满里破阵 让对方无所遁形 但 就在这时 一边突起 整个天空 漠然已暗 五个黑气缭绕的旁人大物 浮现而出 将灵月非洲围在中间 韩丽瞳孔 微微一缩 目中 刺目蓝芒闪动 黑气包裹之下 赫然是五只 身高三四十丈的 黑色巨鬼 若非头上都长着一对弯角 模样就酷似放大了 无数倍的猿猴 铜蹄长满 黑色短毛 青面疗痒 双目血红 看起来 争宁知己 不过 神情 却非常 目染 每只巨鬼 手中 还拖着一座 黑色 迷你 山峰 和五个巨鬼 相比 韩丽他们 仿佛 蚂一般渺小 谷月月 脸色 大变 这五个巨鬼 每一个散发出的气息 都在他之上 额头 瞬间 出了一层 细密冷汗 至于 柳乐 和余孟涵 二人 在五只巨鬼 连接一气的 恐怖灵阳 一扫之下 竟 根本无法承受的 直接翻身栽倒的 昏迷过去 吼吼吼 五只巨鬼 发出一声 震耳欲聋的咆哮 血红霜目中 胸光狂闪 挥动圆壁 默然将手里的 五座 迷你山峰 置出 迷你山峰 黑光灵光大方 一临手 竟然狂胀起来 转眼界化为 百鱼杖大小的山峰 呼啸着 吼吼吼等人 咋想 巨峰未知 一股令人心惊的 可不为压 已经呼啸而止 凌昭附近虚空 翁翁大响 狂风照起 古月月 几乎要惊叫起来 惊咬的一丝理智 让其发疯似的 一口气 寄出数点 法宝俘虏 在自己 与昏迷二女身外 布置出 树层 颜色 各以光照 寒厉 却只是眉头一照 两手 金光一闪 扑扇大小的 手掌 朝着呼啸而来的 巨风 轻描淡写的 剥去 轰轰 连续 五声 惊天 动地的 巨响 强大 强大 无比的冲击 一圈圈的 扩散开来 整个黄色空间 嗡嗡 大响 剧烈 扭曲 极大 越来越厉害 黄色空间 终于无法承受 砰的一声 碎裂开来 周围的环境 一下子回到了 先前的沙漠之中 无数黄色乱芒 扩散开来 巨大的冲击 找到了宣泄口 朝着周围 扩散而去 方圆十余里的沙堡 剧烈翻滚 折天蔽日 黄色空间 虽然碎裂消失 不过 那只是幻化而成 底面 黄芒阵阵 先前的大阵 仍在 那五个驱鬼 也还站在半空中 不过 神情 再次恢复了木人 虚空某出 那悬疑大喊 身影 一闪出现 脸上露出 得意冷笑 这 无鬼搬山的秘书 就是 化身好奇的修士 没有上好林宝 也绝难 抵挡得住 但 下一刻 其脸上笑容 便凝固住了 睁大了双眼 不敢置信地 望着下方 只见 下面 五座庞然飓风 就如 蝶罗汉般 累在了一起 而 五座山峰下方 韩丽 却 气定神仙地 站在虚空中 单手 拖着 五座山峰 一副 举重若轻的模样 至于 韩丽下方的 林月非洲 包括旗上的 古月月等三女 更是 安然模样 未等他反应过来 韩丽 轻描淡写地 张口一吹 一股白色气流 从口中 一卷而出 五座飓风 轻弱红毛一般 被白色气流 一下吹飞 山峰表面 黑光闪烁 飞快缩小 变回了先前 迷你山峰的大小 韩丽单手一波 五指连弹 仿佛在 弹弹中一般 痴痴地 破空声 喘出 五座 迷你山峰 接二连三 打向了 悬疑大汉 速度快地 不可思议 一闪 便到了 其眼前 悬疑大汉 脸色一变 身上 黑光大放 猛地朝着地面 紧对而响 闲闲躲过了 五座 迷你山峰 韩丽身影 一个模糊响 如鬼魅般出现在 五座 迷你山峰前方 手指再次一拨 五座 迷你山峰 立刻 停了下来 他身体 滴溜溜一转 呼呼两脚 踹在两座 迷你山峰之上 两座山峰 立刻化为 两道迷蒙幻影 流星般坠落而响 比刚刚 冲天而起时 快得近乎 一倍上 两座 迷你山峰 黑光闪烁 提醒 赫然 再次长大 转眼间化为 两座 百丈大小的巨峰 带起的尖笑 也变成了 可谱的乌乌巨响 其中一座山峰 朝着下方大阵杂去 另一座 却是朝着 悬疑大汉飞去 轰的一声巨响 前者狠狠杂在 黄色阵图之上 大阵立刻泛起 耀眼光芒 试图抵挡 不过却被 飓风蕴含的 惊人距离 轻易 牙垮撕裂 砰的一声 化为无数流光 爆裂开来 大阵碎裂 灵月非洲 顿时 恢复了自由 北股狂风席卷 如一夜偏周般 远远吹飞了出去 另一座飓 电光石火 砸响了 雪大汗 对方还没落到地面 便被飓风追上 悬疑大汗 大骇 张头喷出一口惊血 身上抖然 被血红光芒笼罩 身体一扭 化为一道 鬼无比的 蛇形灵光 飞射而出 顿速 快了数倍 红龙 黑色飓风 砸进了地面 溅起无数烟尘 在飓风落地的瞬间 那道蛇形钝光 擦着地面 飞了出去 一扇出现在百丈外 显出大汗身影 脸上已经不满冷汗 不等其松口气 一声呼啸 在他耳边 乍响 悬疑大汗 头顶光线一案 又是一座巨大山峰 急速砸响 其刚刚抬头 飓风已经近在咫尺 想要多闪 根本来不及 第二十八章 惊动 大汗大叫一声 两手猛的一挥 一黑一黄 两道光芒 飞射而出 却是一柄黑光包裹的黑色拐杖 和一枚表面无数符文 缭绕不定的黄色打印 影响黑色飓风 惊人的灵力波动 从两件法宝上散发而出 显然是其压箱底的手段 悬疑大汗 手中掐绝 毫不犹豫的抱喝一声 轰轰两声巨响 一黑一黄 两团巨大的光云浮现而出 光焰翻滚之下 赫然抵住了黑色飓风 坠落之势 使得其顿了一顿 大汗趁机 身形一晃 朝着后面 倒射而去 然而 两团光焰 紧紧支撑了一瞬 大汗坎坎飞出十几丈距离 巨风之上 黑光缭绕 立刻压垮了两团光云 砸进了地面 又是一阵烟尘飞剑 悬疑大汗 人影从烟尘中飞射而出 身形已经没有之前训绩 他面色苍白如指 半个身体欲血 左手臂软软吹在身侧 方才他虽然躲得快 不过 飓风速度实在太快 苍狂之下 其身体还是被擦了一下 立时受了重创 大汗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体跌落在地上 满脸恐惧之色 但马上一咬牙 单手一挥 翻手取出一张白色俘虏 上面鸣刻了 无数密密麻麻符文 繁杂无比 散发出强烈的空间波动 悬疑大汗口中念念有词 凝聚残存法力 便要激发此枚俘虏 不过就在此刻 他头顶又是一案 耳边响起呼啸破空之声 又是一座飓风 肥射杂响 速度更胜之前 三座飓风 全一大汗 脸色巨变 激发这空间俘虏 需要一点时间 他右手 急急掐动一个诡异法诀 身上黑光暴涨 瞬间凝聚成一个黑色法阵 法阵中波动一起 前一刻还分离虚空的 那五头巨鬼 此刻竟凭空出现在其周围 将其护在中间 无鬼此刻双目血光一丈 齐齐发出一声大吼 十只巨爪 黑芒爆射 射出一道道长长黑色爪芒 朝着呼啸而下的黑色山峰 抓取 砰砰砰 那些黑芒一碰到飓风 立刻寸寸崩断 飓风坠落之势烧缓 不过还是迅疾无比的崩断了所有爪芒 狠狠杂想 无鬼 齐齐力 笑一声 踢表黑气翻滚 身躯猛的一股 浮现出岩石般的肌肉 尤其是在手脚之上 十只粗大手臂 齐齐一身 恨不畏死的脱向 黑色巨风 然而十只手臂一碰到飓风 立即在股庞然距离下 寸寸碎裂 五头巨鬼仍然大吼着 用身体顶向黑色巨风 丝毫不退 黑色巨风狠狠砸在乌龟身上 发出一连串碾摸的声音 血肉横飞 巨风终于停了下来 乌龟上半身赫然也 尽数碎裂 不过残躯仍然笔直挺立 脚深深陷入沙漠 仿佛五根粗大无比的柱子 拖住了巨风 下面的悬疑大汗 松了口气 体内残存法力狂拥而出 皱入白色俘虏内 俘虏缓缓泛起白色光芒 它脸色狂醒 不过就在此刻 一声巨响传来 最后一座飓风从天而降 砸在第四座飓风上 一股可不至极的距离 倒人压响 无贵的残躯 砰的一声爆裂开来 炸成了积粉 悬疑大汗直觉附近空气一紧 让其一下无法动它分好了 两座飓风轰人而下 压在其身上 大汗连残叫也来不及发出 身体遍北 碾成肉泥 嗖的一声 飓风底部掀起的茫茫沙尘之中 忽然射出一道金光 骤然一闪后 便朝远处 紧舍而去 韩丽双目一拧 就看到一个约莫三寸高的金色小人 相貌五官与悬疑大汗一般无二 只是头上发肌披散 面带惊恐万分的表情 双臂紧环抱着一个银色橱拙 朝着西北方飞顿而去 正是那悬疑大汗的原因 去 他单手虚空一抓 手腕随意甩 一道黑光一闪金色的脱手而出 朝大汗原因方向紧舍而去 不远处 古月月堪堪施法稳住了领月非洲 恰好抬手朝这边望来 直觉耳中一道如同贱民般的尖锐声音 响起 眼睛却来不及捕捉到那道黑光的飞行轨迹 下一刻远处天边 凭空响起 砰的一声爆鸣 那悬疑大汗的原因已爆成了一团金光 一件巴掌大小的黑乎乎东西也随之从半空坠落而下 竟只是一块普通铁精 至于大汗手中那件银色褚镯 则被汉里单手一招 稳稳地落入了手中 随后其身形几个闪动响 又将散落四处的那五座山峰重新缩小烧了起来 而后才纵身一跃地重新回到了灵月非洲之上 古月月呆呆地看着汉里 就好像在看陌生人一般 他先前慌乱之下不及多想悬疑大汗的来临 但之后回想对方的言语及吃斩的功法秘书 却认出了其身份 此人乃是天贵宗的一个叫做路牙的化神初期长老 有善屈鬼之术 据说十余年前曾与靖元官两名同节修士斗法而位落下风 从此一展成名 而这么一个呵呵咬鸣的化身其修士 在汉里面前却举手台足俭就被抹杀掉了 这实在超出其所能想象的范围了 此女终于弄清楚 她和汉里之间的实力根本天壤之别 心中的骇人到何种程度 可想而知了 汉 汉道友 你真的只是元英秀士 古月月总算回过神来 苦笑一声地问道 但脸上那一丝敬畏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汉某是不是元英 道友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汉里不知可否地毁了一局 道友的气息层次 且身自然辨识得清楚 但是汉道友实力 未免强得太不可思议了 就算本宗的化身长老中 恐怕也没有几人能轻易统结斩杀的 古月月月 顾月月叹息地说道 汉某只是肉身略为修炼的强大一些而已 怎敢和冷艳中的强者相提并论 汉里摇摇摇尽 不在街口 ac 一股清茫茫灵光一卷而出 从二女身上扫过 二女口中 隐隐一声 终于双目徐徐睁开地 行转过来了 只是目光都有些迷茫 柳乐儿毕竟是一名 驻疾修士 马上想到了什么 默然一惊地坐直了身子 石头哥哥 刚才 放心 已经没事了 我们可以继续上路了 韩丽温和地说道 犹如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封主 据古诗纸方才传回的消息来看 这位姓韩的散修 绝非普通的原因修饰这么简单 没想到古诗纸这一趟出门 竟能由此意外收获 冷眼中 某座山峰的义士大殿里 一名相貌粗犷的大汉 站在一名如山中年人面前 口中如此说道 中年男子 面白无须 头戴文室头金 神着青色如山 手持着一卷青色古卷 看起来就像一个斯文如雅的文史 能够尽凭肉身之礼 越阶击杀以为化身出其修士 看来却是一位高精力修无疑了 却是一位高精力修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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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czyli 主席 既然如此 道还是就有你亲自接待了 该觉得怎么 my 那 Ryan 视 大汉门口答应道 第29章 灵眼山脉 同一时间 某座洞府大厅中 一名身着褶色长袍的干手老者 坐在主座上 手上端着茶盏 轻轻撇着茶椅 在其跟前 一个双目细小的中年人 垂手而立 面色恭敬 算算时间 鹿崖那边应该已经满事了 干手老者桃也没谈一下 口中缓缓说道 有鹿长老出马 自是万无一失 也只有老祖您能请动陆长老了 中年人功声说道 哎 族内后辈 结不成期 也就只有浩尔一人 甚合我心 可惜 那姓韩的小子 真是万死 也难解我心头之汗 干手老者 啪的一声 拍下茶盏 怒声喝倒 老祖 老祖息怒 不管如何 那个余孟寒 也是个意外之行 老祖神功大成 要忘了 中年人一见 老者脸色不太好看 鸡毛说道 说起来 浩尔之死 他也脱不开关系 看在他灵体份上 姑且先留他一命 干手老者 怒色稍缓地说道 花音刚落 他却神色一断 专手望向了 洞府大门处 结果片刻后 随着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名年轻侍女 出现在大门口 躬身道 丙齐长老 莫长老前来求见 还未等干手老者说话 洞府外却传来一声 不音不扬的男子声音 秦轩长老 真是好兴致 此时此刻 还能在府中 安心品尝 接着大门外 便出现了一名 身穿黑色长袍 头戴高官的中年男子 满脸的 默认 默认之色 感受老者 齐轩 眉头 秦长老 可有什么话要说 默认 默认没有回答老者的问题 反而不客气地反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 秦轩 秦轩一下子 从主座上 什么人 神秦轩 秦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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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脸的 都无法逃出 这得需要何种实力 难道七长老 你心中就没点数吗 只盼七长老 别因一己思愿 给本门招来 尽手枪笛 不论如何 还请七长老 陷于默默到执法殿 早上一趟吧 默沉一声冷笑后 声音默的一喊 数日后 韩丽等人所在的非洲 终于飞离了黄蓝古墨 这一路上 除遭遇了数波 因涅肺袭击 被韩丽借魔光之手 轻描淡写的解决掉外 倒没有再出现什么 天鬼宗的追兵 而有了之前 灭杀化神修士的先礼 古月月对于韩丽 能够击退 因涅肺 也就见惯不怪了 连日来的奔波与动荡 让于梦涵和柳乐 皆是有些疲惫 两人相互围着 靠在灵州一侧 沉沉睡了过去 韩丽则一人盘期 坐在灵州尾部 眉头轻轻攒着 神色显得有些异样 在他身前 东倒西歪地摆放着 七八个青色玉瓶 和白色瓷瓶 里面皆是空空如也 韩丽 寒道友 怎么样 魔光的声音 在韩丽脑海中响起 这些丹药 虽然大部分 来自那个化神器修士 其中也不乏一些 凭借较高的丹药 但是 却没有一个有用 韩丽轻叹了一声道 先前一战 他虽凭借强悍的肉身之力 借五岳之力 以万钧之势 碾压了对方 并没有耗费多少法力 但体内法力有减无增 这样下去 不是长远之计 那 几品灵石呢 也是一样 完全无法吸收 韩丽苦笑一声 松开了手掌 露出一枚 已经变得 灰暗无光的灵石 看来 只有某些特殊的丹药 才能有效 魔光 默然说道 或许吧 之前 也只有那枚 望西丹 和齐名号的那枚 不知名的金色丹药 其过效用 总之 等到了冷艳中 再要了一枚望西丹 研究一番 也许 就能知道了 韩丽摸了摸 摸了摸胸前 衣机内的小瓶 淡然说道 半月之后 一片叠仗层卵的苍翠山脉上空 徐徐使来一艘形如弯月的奇特灵州 灵州 灵州之上 立有一男三女 正是 韩丽 古月月等四人 韩道友 孟寒 乐儿 这片灵雁山脉 就是我们冷艳增的山脉了 古月月面带笑意 目光扫视着下方山林 说道 灵脉稳固 灵气阴云 果然是难得的洞天伏地 韩丽 双目光芒流动 点了点头道 于梦寒心中先是一息 但四下张望几下 脸上却多了几分疑惑的望向了古月月 小狐女双手扶着灵州边沿 探出身子 四下了望 却也只见雨冲冲的山林古墓 看不到半点宗门建筑 忍不住问道 哥哥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灵气很浓郁 可是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宗门啊 但凡宗门大派 皆有护宗大镇遮蔽 我们现在就处在镇法之外 如同立在高墙之外 自然看不到墙里的风景了 韩里笑道 柳乐和渔梦寒文言 这才有些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寒道有捎带 容我通传一声 古月月 从寒里说道 说吧 她手腕一翻 掌心之中多出一面 全有火焰图纹 巴掌大小的金色令牌 随着令牌上一道光芒泛起 那团火焰图纹突然一阵晃动 竟仿佛真的燃烧起来了一般 一道光芒从令牌上飞射而出 直冲向了下方的山脉之中 片刻之后 只见灵州下方的虚空中 忽然腾起一阵波纹 一层似有似无的圆弧状弹金光芒 随之浮现出来 居目望去 只见绵延数百里的灵验山脉 几乎整个都笼罩在这层光芒之下 不愧是一界大宗之一 气势的确不俗 寒历目光一扫 看似赞叹地说道 柳乐尔和于梦涵 此刻则是抓着灵州边沿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 四肢美眸转来转去 朝着下方不停扫尸 只见那层淡金色光芒之下 茫茫山林中到处都掩映着一座座宫殿楼宇 和一栋栋停牌楼阁 其中有的孤悬于高山崖比之少 有的连接一片 刺成一处群落园林 有的建在峡谷高河之中 有的则位于山腰半壁 形成一处别致院落 而在整片山脉的居中为止 则有十余座远高于周围其他山风 其上白雾缭绕 紫气生腾 山风之间还有红光跳雨 看起来颇有仙家福地的气势 真是太美了 于孟寒忍不住赞叹道 柳乐也是连连点头 甚以为然 寒道友 骆长老已在出云峰等我们 我们这就过去吧 回到宗门 谷月月显然心情大好 脸上挂着明显的笑意说道 寒历点了点头 就在灵州穿过那层光幕之时 他便感受到了一股神识探查 应该就是这位陆长老了 几人正式进入冷雁宗之后 柳乐好奇的仰头看了一眼 就发现方才的光幕已经消失不见 眼中能看到的只剩下未来的天空 和洁白的云雪 灵州向着山脉中部飞去 最终朝着其中一座高耸入云的清脆山峰 落了下去 在山峰的山脉中的山脉处 在山峰的山脚处有一片宽广的白石广场 上面站着一名大汉 正朝着灵州方向望来 此人面目粗光 身穿一件褶黄长袍 腰间系了一条黑色腰带 胸前肌肉轮廓撑得明显 从身上散发的气息来看 赫然是一名化神器修饰 第三十章 举田 见过洛师伯 古月月将非洲烧起后 上前几步朝粗犷大汉 恭敬师里道 古师纸一路辛苦了 这位相必就是寒岛游乐道 大汉点了点头 目光落在寒礼身上 开口问道 在下寒礼 寒礼不动声色的回答 今日南宫封主 本来想亲自迎接的 只是宗内有些金事脱不开身 就只能让我洛军代为迎接了 还望寒道友不要介意 粗犷大汉笑眯眯的说道 寒友客气了 寒礼笑着说道 这位就是古师纸新收的弟子吧 不错 不错 师纸真是好眼光 洛军目光一转的 落在一旁的于孟寒身上 眼睛微微一亮的说道 晚辈于孟寒 见过洛长老 于孟寒急忙上前 脸润一礼 这孩子只要用心修炼 日后成就定然不在我之下 古月月也是满脸笑语的说道 随后洛军又与柳乐尔打过招 得知他与寒礼兄妹相成 脸上闪过一丝古怪神色 但只是一闪即逝 没有多说什么 柳乐尔自从这一路上 见识了韩丽所展现的强大实力后 再面对陌生人族消失时 也没有此前那般紧张和不安 相信只要有他的石头哥哥在 没有人可以欺负他 寒道友能够越阶灭杀 化身凶势 要护送古诗之师徒安然反踪 此等实力和功绩 在我们出云封当一名外门长老 自然绝绝有余 如今封上科工长老挑选的东府 还有十余处 不知道友可有什么特别要求 我也好为你安排 罗长老目光又回到韩丽身上 天师夸赞了一句 随后问道 实不相瞒 韩某其实一直有伤为余 最好能有一处较为披症的处处 用以静养恢复 此外韩某粗通些炼丹之术 若是洞府附近有一处灵田 用以种植些灵药 那就更好了 韩丽也不客气 不慌不忙的说道 哎呀 这可真不透巧 如今剩下的这些洞府中 符合道友要求的辟静之所 道友几处 但可惜都没有灵田 而出云峰上的灵田 大多都由弟子们打理 基本上都分布在山腰 以下一些向阳的坡地上 未知可都算不上游景 洛军闻言 先是微微已愣 随即眉头微寸 有些犹豫地说道 韩丽文言 没到清窜 像是陷入了两难的取舍中 不如这样吧 韩道友就在灵田所在区域 选上一块地方 我既可命人 为道友建上一座全新洞府 如何 洛军将韩丽的神情变化 看在眼中 略以沉吟开口建议道 哈哈 何必这么麻烦 既然封上洞府没有灵田 韩某搬一块上去便是 只是不知 洛军某 此举是否合规矩 韩丽眨了他眼睛 忽然哈哈一笑地开口了 古远月和余梦寒 文言均是已愣 有些不明所以 柳乐尔依偎在韩丽身侧 压根儿没在意几人说的话 只是满脸好奇地 私下打量着周围风景 哈哈 我不去救山 反让山来救我 韩道友真是好大的气魄 此举有何不可 道友请随我来 洛军显然没想到 韩丽会如此回答 哈哈一笑 脸上露出了感兴趣的身色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 在洛军的带领下 几人来到了 初远峰山腰处的一片 向阳山谷中 谷内分布着几处 开垦划分好的灵田 拱约母徐大小 上面正有一些溢仪 躬身忙碌着 韩道友 这里的几块灵田 以前都属于一位 外门长老 不过数年之前 他在外出之后 意外晕落了 灵田就一直 尽管在我这里 尚未分配出去 道友若看得上 此刻任意取之 洛军伸手 随意地朝前面 比划了一下 对着韩丽 大有深意地说道 多谢洛长老 那韩某 就不客气了 韩丽目光 在鼓中转了一圈 嘴角泛起丝 似笑非笑之色 洛军见此 心里不知为何 奄奄有种 不踏实的古怪感觉 只见韩丽 走上前去 深吸了口气 随即扶下身子 抬起拳头 猛然朝地面上 一拳砸了下去 洪的一声巨响 整个山谷 为之猛然一颤 洛泉之地 立即陷下去 一个大洞 范围不大 却是 深不见底的样子 于孟涵脚下一个不稳 若不是被古月月 一把扶住 差点就要跌倒再低 柳乐身子 黄儿即黄 也是一阵亮枪 连忙施法 稳住了身形 那些还在灵田里 工作的溥义们 大多是些 练气气的小修士 此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纷纷尖叫着 荒蒙朝谷外 刺散逃离 洛军 洛君此刻 却已定下神来 双目金光闪动地望着寒历 一言不发起来 寒历沿着灵田边沿朝着谷内走去 走过数十丈后 腹下身 又是一拳砸在了地面上 接下去的一柱香时间内 声声轰鸣在山谷中响彻不断 寒历的足迹也绕过了整个山谷 最终回到了洛军等人的面前 洛军此刻看着寒历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 只觉得口舌发干 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寒历没有多眼 蹲下身子 搓了搓手掌 只见其双手猛然一抬 双手如刀 骤然插入了地面之中 起 寒历抱喝一声 双手猛然抬起 轰隆隆 山谷之中 轰鸣之声不断 底面上顿时裂开了一道口子 从寒历手掌处逐渐扩大 朝着左右两侧延伸而去 寒历方才没全轰经过的地方 都被这道裂系连接起来 最终包围了整片山谷林田 柳乐 这才搞懂了哥哥在做什么 小脸通红满是崇拜之色 这 谷月月 张了张嘴 却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只听轰的一声响 寒历双手猛然一抬 赫然将整块灵田连根拔起 竖着 举了起来 远远望去 就如同这片灵田 飘浮在了空中一般 于梦寒看着眼前一抹 已经彻底呆住张嘴无言 走吧 骆长老 去看看我的心动服 寒历却是神色轻松 转身从骆军笑着说道 骆军看着被整个挖走了灵田 和变得满目疮离的山谷 心中不由生起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他原以为 韩历最多只是从这片灵田中挑选一块 以什么法宝秘书行翻山之举而已 却没想到 他竟然单凭肉身之力 生生将整片灵田挖走了 不过是他方才让人家任意取之的 现在自然也不能再说什么 只好苦笑一声带路朝着山腰上方行去 寒历就这么举着一块 方圆足有母许的灵田 在出云风上转了半个多时辰 最终才在靠近封顶的衣橱披静角落 挑了一处洞服 多伟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